特別注意啦 反正將來你如果遇到亂碼的問題 那你記得你的那個檔案 有沒有這個地方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從網路上找到資料 那很多時候他不一定 有的時候UTF-Buy 有的時候ANSI 不過基本上就這兩個為主 應該還很少看到第三個 OK那你就可以怎麼樣 當然喔 BigPy其實就是ANSI 的別名 OK 或者叫CP950 其實呢 ANSI實際上就等於BigPy 其實它就等於CP950 只是名稱不一樣而已啦 OK 至於細節部分有興趣你可以Google一下 ANSI這個關鍵字 反正就編碼方式啦 這個方式的話呢 其實是比較早期的 現在新的都是unicode 只是說微軟就是不跟人家一樣就對了 OK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說呢 NSI的話 那你encoding 就不需要加任何東西 所以像我剛剛有沒有 沒有加任何東西 那你就是NSI 可是如果加UTF-8 你一定要加這一行 encoding.unicode 的話它會出現 它沒辦法讀取的問題 OK這個地方可能要 要特別的小心 那其他的話呢 剛剛 這個地方程式我也把它放在這裡啦 如果全部讀取的話 你用READ 可是READ進來的話呢 是一個字串 如果你要切割 只要前十個會員 那就有問題 所以我們後來改成另外一個方法 你用READLINE 你不能用READLINE READLINE只會讀第一行 其他沒有 OK 然後呢 前十個的話就是0到11 然後呢 如果你不要END等於空的話 你可以用STRIP 然後呢把尾巴的 這個反斜線N給去掉 再來如果我只要 這個什麼姓名跟手機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這個是做完的啦 就是這一個跟這一個 其實有哪些地方 需要更改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我這個地方原來是長這樣 我們來看 前十個會員嘛 OK前十個會員 是這樣的資料 但問題來了 我如果只要什麼 姓名 跟 手機 那問題來了 它是在 這個字串 有沒有 因為其實啊 你會發現它現在LIST裡面 一個一個都是一個字串 並沒有分開來 那如果你要把它分開來 取得它裡面的第幾個呢 這裡嘛 1 2 3 4 所以1跟4的話 那你勢必需要什麼 把它 Split掉 切割喔 OK 可是要怎麼剛好要切割呢 特別注意喔 我的習慣是這樣 LIST1嘛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這個LIST1的前 這個前面一行 加一個LIST2 這個LIST2做什麼用呢 就是把現在的這一個字串 得到了這個LIST1裡面的這個字串喔 把它做點什麼呢 點Strip 這邊Strip 然後裡面的話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點就可以了 豆點 意思就是說喔 我把現在取得的這個這個字串的結果有沒有 幫我把它切割 切割的話呢 用那個Strip來切就好了 那今天你可能不知道有同學會覺得說 老師你這一串後面為什麼再加一個 那沒錯啦 反正呢 將來你還可以繼續串 如果你有很多個動作喔 在Python我覺得 蠻好用一點 就是說 你可以第一個動作 做完 第二個動作 做完 第三個動作 可以這樣串 沒關係 那 你如果不這樣串也可以啊 你寫成兩行啊 那問題寫兩行 我覺得好像都寫一行 倒不如一直做下去 這個是一個特色喔 而且 像我習慣這樣啦 寫程式有沒有 其實 因為我習慣拖拉的啦 為什麼 因為可以喔 一邊構思 一邊打程式 這樣子基本上比較不會錯 OK 所以你會發現我拖拉是按Ctrl鍵 加拖拉 這樣就可以複製 等於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物件 其實還蠻流暢的 OK 其實我是一邊拖拉 一邊也在思考 我程式 下一個 步驟該怎麼寫 寫什麼東西 OK 你會發現不管是VBA或Python 其實都一樣 當然這是我的習慣 給各位參考 那Sprint 切割 Sprint有沒有 這個 然後後面的話 就加一個 豆點 那你會發現它切割完之後 放在List2 所以我把List2的結果怎麼樣 把它 Print出來好了 因為我們還不確定 到底它切割完之後的結果長什麼樣子 Print出來就知道了 有沒有 就長這樣子 所以它D0 就這個 有沒有 切完之後就放到List2 所以List2裡面 基本上就放這些東西 但問題來了 這個還不是我要的 我要的是什麼呢 我要的是它的編號1跟4 所以1跟4怎麼得到 其實很簡單嘛 1的話就加個中國阿虎1 然後呢 再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 豆點好了 因為中間我希望 姓名然後 後面加個豆點 然後再加什麼 再加第四個 就是手機號碼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 List2的1有沒有 複製過來 改一下就比較快 改成4比較好了 好 基本上 程式應該寫完了 你看看什麼意思吧 OK 這樣喔 有沒有 等於是抓這個 豆點 跟這個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 豆點 這一個 OK 然後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姓名加手機 然後呢 姓名跟手機 都列出來 而且應該是前10個啦 不過 可能想說 老師那編號可不可以留下來 可以啦 如果你要編號的話怎麼辦 你就是再把什麼 再把這一個 前面再加一個 我喜歡這邊把它 這邊把它改成0就好 0豆點 第1 這個是編號 這個是姓名 這個是手機嘛 執行一下 有沒有 變成有編號 1234 有沒有 編號就出來了 就這樣可以串在一起 OK 看得懂意思吧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之後的話呢 我們從外部撈資料 不管從網路爬資料啦 或者是外部人家丟一個檔案給你啦 通常那個就是RAWDATA RAWDATA 給的東西通常不是 不完全是你要的 你要的部分 你要的是那個RAWDATA裡面的部分資料 可能是 筆數的部分不一樣 還有藍數不一樣 那你要怎麼樣剛剛好 把你要的資料給切出來 我想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地方 比較關鍵的地方應該是在 這個地方 就把原來的這個 List1 的 第幾筆資料有沒有 把它後面加上一個 點Strip 然後他Strip之後 前面一定要有一個 串列 去接他 那我就取一個叫List2 OK 不過甚至 未來還會有什麼 切完之後 還在 裡面還有的切 二維的 裡面 切完還有 所以沒關在一個List3 那3裡面還有嗎 還有 在一個List4 所以我的習慣 反正第1層 第2層 第3層 管他幾層 反正就1234 一直往下走 資料就會抓得到 所以 常常會遇到那個 資料蠻複雜的 沒關係啦 我是有點像撥洋蔥 總會撥一層 再撥一層 慢慢撥 總會撥到我要的部分 結果就是 我們要的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最後 甚至你假設 假如要把這個部分 再輸出成一個Report 有沒有 Report嘛 這個東西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變成一個報表 這個就是我的報表 報表可能就兩欄 老闆說 不要啦 我不要那麼多 我只要手機 姓名跟手機 那你把姓名跟手機的資料傳給我 一個TST檔案的話 那這樣怎麼做 把這個東西 如果你要把它輸出 就成一個Report的話 那 怎麼做比較簡單呢 把它變成一個字串 S 等於 S 串接什麼 前面這些東西 這個東西 OK 把它串 那 上面可能加一個 S的變數 初始的話 因為它是一個字串 所以 這個空的 到這邊 把它串在一起 那最後的話呢 如何把它輸出 很簡單嘛 還記得吧 F 等於 Open 有沒有 然後呢 輸出成那個Report的名稱叫什麼 叫 Member Member底線 R PT 好了 點什麼呢 點TST 這個是檔名 目前不存在 後面 DOT 加一個什麼 W就好了 如果你要寫出去的話 F點什麼呢 點Right 其實這邊也有 Right 然後把什麼東西 把這個S 把它Right出去 有沒有 這樣就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把輸出的東西 串在一起 所以S等於S加 變成這樣 就一直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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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完之後 的話呢 再把它開一個檔案 把他寫出去 OK 最好了 F等於什麼 關i 還記得吧 程式真的不多 但是很好用 我覺得python越來越感覺好像 其實雖然說他是寫程式 可是程式感覺好像跟那個 操作軟體的感覺很像 因為其實就是幾個簡單的步驟 我們來試一下 最後是不是可以把這個report給加出 輸出 所以又增加了四行 盡量不要被 不要死被 盡量就是理解的執行 這個輸出結果OK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report有沒有出去 report在這裡 打開有了 可是好像會有個問題 沒有換行 因為printer有換行 那怎麼辦 沒關係 在這邊怎麼樣 加上一個什麼 換行 反斜線N就可以了 再執行一下 蓋過去了 因為w是複寫模式 所以我如果把它 可能要關一下 重開一下 換行 OK 這樣就大功告成 所以理論上 如果要得到一個report 所以以後啦 你要 其實python也蠻好用的 你就寫個程式 然後輸入什麼 輸出什麼 反正report看到就好了 你report甚至可以 其實python也可以自動寄信 寫完自動把信寄出去 或者自動結合like 自動把結果like給對方就好了 OK 這樣不是很方便 或者是結合FB 把資料再丟給對方就OK了 雖然說 上個留言的同學問到那個介面 介面很麻煩 介面你要另外再寫 但問題 如果你不要用介面 就類似像簡單的輸入輸出 一樣可以把事情解決掉 OK 所以這個可能 請各位再試試看吧 做完之後 再把它輸出report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多一個list 2 多一個list 2